我的夢想是跑遍世界的現在目前六大馬 透過跑步去了解這些城市 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雖然是上班族 但是你還是可以透過不斷的挑戰自己 然後去挑戰一些你可能想不到的那個目標 因為我跑步是興趣嘛 他並不是職業 所以其實當我開始在跑步的時候 家人就會開始有疑慮說 為什麼你要跑這麼辛苦 為什麼跑這麼前 雖然家人沒有那麼支持 可是我覺得 因為畢竟這是我喜歡的東西 我還是就是照我自己的節奏去練習 所以我開始剛剛分享我的成績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開始為我驕傲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次我媽媽去看陳彥博的電影 看完之後然後 然後他說他真的可以 就是體會為什麼我那時候那麼辛苦 然後他就才跟我說就是 他真的很支持我 然後很佩服我 有這樣的毅力跟決心 然後去做跑步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就是很大的鼓勵 因為跑步樂趣不會只是在訓練的時候 在挑裝備的時候他也是 他就是另外一個好玩的地方 從訓練到比賽 我都是穿一條的高階髮型 七到八個月訓練 然後也完成兩場賽事 然後這兩場全貌我都破散了 我發現我不用投資太多成本 在訓練上 甚至到比賽的時候 我可以穿這雙鞋子就好 我覺得找到這樣的平等點 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真的會很興奮 對 跑步這部分其實對我的生活來說 他也讓我的生活變得很恐怖 以至於到現在 只要我就是沒有跑步 就會覺得很奇怪